来了 孙冬 你好 先生 波维 这是先生 孙 孙总队 波维先生 没想到孙先生是一个 特别不手势的人 会说中文 我不手势 波维先生 你要是有别的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先通知我们一声啊 我们在三点钟 现在是四点钟 您也会调查了 这种态度 您怎么能让我们专业 不是 他 他说什么 他说您不太靠谱 我不太想跟您合作 我不靠谱 波维先生 是你们提出来要换代理的 也不是我们非要求着您 我突然间想起来了 咱俩在互联网上 你跟我说的可都是中国话呀 怎么到这儿来 就转起了美国腔了 我不靠谱 我看不靠谱的是你们 不靠谱 什么意思啊 你告诉他 爱谁谁找别人合作去 他说你爱找到一个人 我爱谁跟你没关系 我爱谁跟你没关系 就是他这个样的 我还不伺候呢 孙总 我是来做业务翻译的 不是来翻译你们俩吵架的 算了 算了 你别给他当翻译了 到我公司干去 到您公司干 那给配车吗 配车 对啊 还得比我现在开得好点 你现在开什么车 卡迪拉克 不是 前大群 罗总 一会儿如果包围先生先出来 你就过去 如果是孙总先出来 我就过去 快 招呼包围 快 孙总 真巧啊 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你可别提了 那帮老外根本就不行 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亲 我决定了 不跟他们谈了 还是咱们合作 这样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 把合同签了呢 签 现在就签 马上就签 王伟 罗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我约了人 我听说你提前 天一天到的 没想在这儿碰见你 真是巧 是啊 是啊 晚上有约会吗 还没有 那我退掉约会 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顺便谈一下 合作的新协议 行吧 好吧 请 好 怎么样了 什么情况 还不知道呢 不过我看他俩是快掰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 还得看明天的谈判 行啊 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也不给我们管了 撤吧 试了服依去 深藏宫女民 走吧 撤 你好 宝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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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 这是我们的代理律师 朱律师 怎么还有律师在场 鲍威先生 我是想 如果要重新 起草协议的话 有律师在场会方便一些 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 鲍威先生 他怎么会这么生气 这很简单 一方面他们认为 你们有律师在场 而他们没有 这不公平 另一方面嘛 他们根本没有想 和你们有新的合作协议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们不能轻易妥协 既然说好了 重新谈判续签协议 那他现在单方面地 取消了这次会谈 朱律师 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可以起草一份声明 由于曼秀单方面 无理取消了本次会谈 那么为双方合作 带来的一切后果 由曼秀承担 不行 这样只会更精 这样 我下去看看 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快走 应该是在楼下观望 好 去吧 你别误会 我下来只是想问一下 一些产品的货期 没有别的意思 如果付款方式 不能解决的话 不可能发货 付款的问题很好解决呀 我们大家坐下来聊一下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我不希望 有律师在场 如果只是谈论付款和交付款 交货的问题 那律师确实是没有必要在场 不如我们上去聊吧 如果你真的建议 我可以请律师离席 好吧 朱女士 不好意思 今天可能不需要您在场了 如果是谈其他的问题的话 可以 但如果谈其他 谈新的协议的话 我要回去诚实一下总部 这个没问题 我们对原来的合同非常满意 也没想过签署新的协议 这是你方提出来的 鲍威 我们今天不谈别的 在合同到期之前 我们还按照原来的计划执行 你看怎么样 行 那好 我们聊聊付款的问题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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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一搞 孙总他们临时退出 他们到底就没敢 提这个话题啊 我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看来他们啊 还是没法舍弃中国市场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胜利 他们这次算是鲨鱼而归啊 卢总 我有个想法 不知道该不该提 没关系 你讲 虽然这次我们暂时地 把他们拖延住了 可是关于以后 我们双方发展关系的雷区 却始终都没有设计 你有什么意见 我觉得我们应该 先找到问题的根源 我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 发现这几年 外部环境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全球资源紧缺 我们代理的产品 也从买方市场 变成了卖方市场 卖袖的几款产品 在国内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现象 这是外部因素 你接着说 另外 从二零一零年开始 原材料的价格翻了两番 而我公司始终都没有 答应曼秀涨价的要求 造成他们销往中国的产品 利润不高 这是内部因素 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你建议怎么做 从旧的协议上来看 我们更像是曼秀的经销商 我们从他那里拿货 至于卖给谁 卖多少钱他们无权干涉 是的 他们现在明显不同意 这种合作方式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 作为他们的代理 让客户直接跟他们签合同 我们从中抽取佣金 这也是国际贸易里边 比较常见的一种合作方式 不过这样做的话 那不等于完全满足了 对方的要求吗 可是从长远来看 如果曼秀坚持取消我们的代理权 重新开发国内客户的话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没有任何公司 会将自己百分之五十的销售额 置于自己的控制之外 其实从客观角度上来看 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这个决定比较重要 我考虑考虑吧 那我先出去了 吃饭了 吃饭了 他们笑什么呢 我怎么知道 我已经好几天 没跟毛月儿说话了 来 王元 我发现你今天一天 都没理胖子啊 对啊 我那天晚上跟他发脾气了 我回去 我自己想想也觉得自己说的话 确实太重了 岂止是发脾气 让胖子说你把他臭骂一顿 他给马上骂哭了 他又跟你们说了 这 这回不能怪胖子 事是我们俩惹的 他不找我们俩找谁啊 对啊 他吓坏了 就怕你不再理他了 他怎么什么都很会说呀 他今天也帮了不少忙 我开车去就是胖子的主意 你开车去有什么用啊 大姐 你在五星级酒店 我打一车去多给你丢人啊 再除了还有那孙总 怎么对付孙总 也是他的主意 去跟人说说话去 去啊 去啊 你去不去 你不去把人叫过来了 我去 工作的事顺利吧 还行 过得去 那就好 那天晚上我心情不太好 所以对你发脾气了 你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有时候发解出来心情就好了 那我先过去了 我先过去了 那我先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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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啦 我跟他道过歉了 我跟他道过歉了 你光道歉有什么用啊 你跟他继续 明天我们去看场电影吧 就那个 这新上映的 我跟你说那个 叫小明来着 对对对 我不一定有时间 怎么没时间 下班咱去看夜场 票都让文静 找人给买好了 对 我买好了 好容易图人 买了两张票 就是 三张 三张 不能浪费 不能浪费 你不去会后悔的 特别好好看 你尽量去吧 别尽量去啊 到时候地址 时间 都给你发过去啊 文静 你催人问问那票 好的 我们除了掌握专业知识 跟销售技巧外 我们除了掌握专业知识 还需要具备综合能力 还需要具备综合能力 所谓综合能力 所谓综合能力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交流技巧 人与人之间沟通 人与人之间沟通 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有一些同事呢 不好意思与人交流 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沟通 不知道怎么去跟人沟通 那是因为我们不够自信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自信 培养自己的沟通能力 这样才可以更好地 留住客户 好了 今天我们会就开到这儿 大家回去 都好好准备一下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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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童子 小北跟文婧呢 他们没来 小北给我两张票 让我在这儿等你 我就知道 他们两个怎么可能 喊我看电影啊 那 电影还看吗 来都来了 为什么不看啊 走啊 你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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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逛了一晚 你被你穿了 你被你穿了 我追隨你 我甚至被你穿了 看,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來 但是我真的认为你太过分了 我来给你 你记得那个女孩 看到哪儿了 还没完呢 还有一会儿 不好意思 我最近太累了 要咱们走吧 不用不用 我就快完了 你哥夫怎么了 刚才看你睡着了我就没敢动了 你下来 你记得那个女孩 这边有人明白 这儿弄得不错呀 都是你设计的吧 坐 我昨天啊 连夜起了一份结婚协议书 还有协议书呢 嗯 够正式的呀 我念给你听听 来 来 听听 结婚协议书 嗯 第一条 双方秉着团结互助友好的态度 共同生活 嗯 有责任 有义务 敷衍双方父母亲友和同事 不是 等等 等等 不是 你敷衍这个词 是不是有点太 太那 那打什么乱呀 反正你这儿咱俩能看 行 行 行 接着念 第二 婚后女方居住在南方家里 对 可以使用房子里的一切设备 包括客厅 厨房 阳台 冰箱洗衣机等 作为补偿 女方将添置一些家电日用品等 行吗 没问题啊 你笑什么 严肃一点 多大的事啊这是 第三条 嗯 在生活中采取 互相不干涉的原则 分房居住 但是要以尊重 理解为敬意 那你 在必要的时候 应该相互帮助 如男方有时间的情况下 又义务陪同女方参加 产检 生产等活动 不是 我 第四 没问题 对于双方生活产生的费用 一起承担 女方怀孕等费用 不包括在内 这个我可以自己负责 鼓励双方在对方生日 节假日 结婚纪念日等重要的日子 互送礼物营造生活气氛 第四十八条 第四十八条 你听不听啊 最关键的一条来了 你说 如果有正当理由 想要结束婚姻 可以提出来共同协商 但是需要提前一个月通知 给对方充分地准备 那我想请问什么理由 才算是正当理由 那比如说你遇到你的真爱了 或者我突然反悔了什么的 你突然反悔 还算正当理由呢 当然算了 怎么了不可以啊 可以接着念 离婚的时候 女方绝不跟男方索要 财产和房产 是吗 男方不可以争夺孩子的 抚养权和监护权 当然 如果你到时候哭着喊着 非要把房子送给我 我也可以勉强拘束 怎么样 对于以上的条款 有什么意见和补充吗 可以有吗 不可以 那签吧 不是两份 你一份我一份 放你那儿吧 将来结婚了也得 搬一块儿住去 行 到时候别忘了跟我要啊 忘不了 哎 你在干嘛呢最近 还开你那摄影工作室呢 早不干了 我现在男装杂志 区域总监 呦喂 真的混迹于时尚界了 我贼喜欢那边杂志 真的假的 男装能打折吗 关系好的应该行啊 女装呢 应该能拿到会员价 又言我爱你 我也爱你 逗你呢 以后这种玩笑少开啊 你好 哎 你好 不记得我了 你是 我这是房东 哦 记得记得 哎 我 我记得我好像提前 交了一年的房费啊 没有 今天想提前来告诉你一下 我准备把这房子卖掉 把这房子卖了 对啊 什么时候啊 嗯 这个 这个月底吧 来啦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房东突然说要卖 让我这个月底 都搬出去 那这也没几天了 嗯 那你怎么打算呢 我也不知道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啊 那 要不 要不什么 要不你先回家陪叔叔阿姨住几天了 你都很久没回家了 对吧 算了 那我还是抓紧时间 再找找房子吧 谁呀 之前问我投资话剧那刘总 接了 喂 哎 刘总您好 嗯 好吧好吧 那一会儿见 怎么了 没怎么 他就说刚下飞机 让我过去坐会儿 走了 哎 刘总 哎 刘总 哎 小美 来来来 快坐快坐坐 您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咱们那个剧啊 网上火死了 哎 火有什么用啊 对不起啊 给您赔钱了 哎 这可不对 昨天我们那大学的小剧场试了试 很好啊 接下来就专门走学校路线 而且啊网上对这个信 反应比较大 我觉得还是在年轻人多的地方去演 是 网上骂的人也挺多的 哎 有夸有骂那是好事 有些剧啊 那还花钱请人去骂他呢 今天我找你来啊 想跟你谈谈 上次我跟你提的那个剧本 你慢点慢点 你慢点啊 慢点啊 您还找我写啊 当然了 我们合同都签了 我不知道你找谁啊 但是呢 这次啊 我不想拍电视剧 我想弄个电影 电影 对 还是那个民国爱情题材的 上次那个大纲我看过了 非常好 但是呢 里边的民国的感觉不太够 你在回去写的时候啊 你注意加强一下 第二期的稿费 回头我就打给你 不着急 那我回去以后 马上准备开始写 好 来来来来 喝茶 喝茶 快点及 1500 又怎么了 我前段时间不接了个剧本嘛 大纲是过了 但是投资方不太满意 哪儿不满意啊 就说没有年代干 这大纲都不满意 剧本就更别写了 写出来也过不了 你一看你都不了解 你就敢接 答案也够大的 什么题材啊 民国时期的爱情 你说导演怎么想的 干吗非得拍 民国时候的爱情啊 是因为他们 待在娱乐圈里时间长了 根本不相信现在的爱情 不这年头你说有真爱吗 除了咱们两个 这真爱都得往回找 要不然现在 这穿越系 宫廷系 为什么这么火 对吧 可我真想象不出来 民国时期的爱情 应该是什么样的 找对人了 怎么了 你会写 写我不会 但是我可以给你讲讲 我老跟我姥爷的故事 一个是大佳闺秀 一个是放牛娃 最后冲出世俗观念的枷锁 为了共同革命的理想 在一起了 这是你姥姥和姥爷的故事吗 是啊 感人吧 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 不会吧 我姥姥姥爷的故事 流传这么广 骗我 我在故事会上看到的 我就知道 一听就特俗套 我也没办法呀 我想陪你聊聊天 我抛砖引玉 你看你能不能从我身上 得到点灵感 故事不怎么样 但你别说 还真有一个气氛 真的 说说呗 这是保密 说说 你别说我 说说 你看 小北 我想你了 咱俩重新开始吧 沈樱 樊斌 她还给你发微信啊 晚晚发一条 估计又喝大了 放心 我从来都不回 她估计是跟你妹妹离婚 受刺激了 过一段就好了 我先忙了 小心眼啊 请慢用 来 大家瞧瞧 看一看啊 本店新推出的外送 今天免费品尝 给您 你看我们这个食材 保证绿色新鲜 无公害啊 用的是放心油 我们宣传策上有地址的电话 欢迎订餐 也可以到我们店里 现场参观之道 您看看 我们的宣传策 您看看 你真打算跟刘彦结婚啊 对啊 你们俩和好了 没和好 我也想结婚 她也想结婚 凑合过呗 你不是父母吗 不会吧 你想清楚了吗 想清楚了 协议都签了 这也太快了吧 这不算快了 准备准备办个婚礼 就差不多了 那你们结婚后怎么住啊 分房睡啊 等孩子生下来有身份了 差不多就可以离了吧 结婚毕竟是大事好吗 我冰箱里那酸奶的存房时间 都比你考虑结婚的时间长 要不然怎么办 找孩子她爸去 这事你一定要好好考虑一下 韩文静同志 你抖什么呀 这叫闪婚 我看你是头脑发婚 再过几月 父母就能看出来我怀孕了 到时候老爷子会杀了我的 是吧 我还是走吧 你干吗去 这话题我没方往下接啊 你得我走了 这我拿走点啊 你多拿点 只要有计定 再远的送 好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你怎么办呢 就这两份啊 没有啊 不应该啊 谭初是不是不舍得吃啊 我哪知道人家怎么想的 那我 我都摆好了 今天还送了吗 太少了呀 送 除了送这两份以外 其他全送出去免费送 一直送到他们吃为止 给我 行 可以 嗯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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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弄的啊 别提了 这送饭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这饭也没送出去 送什么饭也 别骨折了 快快 咱去 去医院 走 走 走 你听我说啊 那冰箱里还有两份饭呢 你赶紧热一下给人送去 别耽误我们人吃饭 好不容易给人订饭 我自己去就行 你行吗 自己啊 对了 这事你别跟王阳小北他们说 他们挺忙的 别想找麻烦 那两份饭别忘了 有事打电话啊 这些文件需要我总批示 给你把他送过去吧 谢谢 喂 王毅 你怎么来啦 你怎么来啦 行不行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八点十分是吧 好好好 我找人去接你 你路上小心点啊 别捞东西了 好吧好吧 明天见 拜拜 不是听乱吗 小北 小北 你明天早上有时间吗 我弟弟来了 你能去车站帮我接他一下吗 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 是啊 他都上了火车了才告诉我 不是 我主要是因为 我明天早上有个特别重要的会 所以我没法去 我明天不行 我明天约了看房 要不然你找胖子去吧 我明天早上有时间吗 你能去车站帮我接一下我弟弟吗 我明天 你好运气呢 王毅 你让一个孕妇 光吃光吃跑火车站给你接人 快散眼了 不是 可是他不认路啊 我起不了那么早 好 胖子呢 胖子不是闲着呢吗 你要胖子帮你接 不够意思 不够意思 王毅 胖子 你明天早上有空吗 有 我想麻烦你件事 小北跟文静他们两个都没时间 你说 是这样 我弟弟明天早上来 我想让你到车站帮我接他一下 没问题 几点钟啊 八点十分 好 谢谢你啊 胖子 改天我请你吃饭好吗 拜拜 你 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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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这个王逸友 他是你啥子人 他是我朋友的弟弟 那你那个朋友 是不是叫王源了 对啊 你又是他啥子人 不是 你问那么多干吗 你是王逸吗 对啊 我就是王逸 可算等到了 接的就是你 走吧 接到王逸了 一会儿就到酒吧 好嘞 酒吧 这才几点了 就开始喝酒了是吧 想得美你小子 干吗呢 是开车呢 这样可危险我跟你说 再说这样罚款 还要罚款一顿 嗯 好好好 慢点开啊 师傅 王爷 姐 王爷 你爪子 姐 你家里主持人是死心了 你是不是又把人给打坏了 没有 那你爪子啊 你急缩了 快点讲嘛 家都没人事 家里没人事你咋个突然跑来了 啊 招呼都不打一声 你妈不在咯 你又不在家 我又跟女朋友分手了 我又跟这家头呆都无聊 我就向他大城市来闯呀 你这不是父老吗 家头没得死你跑来做啥子 啊 你以为大城市有那么好呆吗 你都活得下来 我就回去掌班了 胖子 你帮我照顾他一下啊 我下班也后过来 你 你这胳膊怎么了 昨天从楼梯上摔下来 他不让我告诉别人 怕你担心 没事 都快好了 你这个样子 还去火车站接人啊 没事 医生说运动运动 对伤口恢复也好 我就当减肥了 你赶紧回去吧 这有我呢 不过我时间真来不及了 我下午有个特别人 最重要的会要开 这样 一会儿你把地址告诉他 没事 我送他 你放心吧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你俩给我看紧点的 他容易惹事啊 好 立庭华 拜拜 走了 胖子 胖子 我姐是干啥子了 冷个忙 你姐啊是干副总的 很忙了 什么 服总 哎呦 那就是日巴首啊 混得还可以嘛 那你说我亏干点啥子 你以前干过什么呀 我 我啥子都没干过 就是我在家的时候 我妈这也不让我干 那也不让我干 还整天骂我 无所事事 有所好险 但是啊我这次来大程式 我就想自己创牙 自己搞牙 看能不能创出卡子名的 那你念过几年书啊 我初中毕业就没读书了 我从小都不如我姐 我姐也成绩好 这 让你一下子到写字楼工作 也不太现实 能吃苦吗 吃苦啊 我从小到大就没咋吃过苦啊 不过啊 小时候还帮家头干过一些弄火 我会修车 反正呢只要不太苦 我都可以 又不能吃苦又想赚钱 哪有你这样的事啊 这 那行行行行 吃点苦就吃点苦 好 反正呢我这次来 就是想自己养活自己 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好不好 好 谁叫郑忍东 我是这老板 你们有什么事啊 对 又郑忍东出来 对 又快出来 是不是郑忍东 我就是郑忍东 什么事啊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跑哪儿溜弯去了 我们盯子饭你也不给送 打完电话也不接 不好意思 我这手受伤了 接电话不方便 可能漏接了 你们找有什么事啊 我们都等着 你的胖哥快送了 怎么突然就没动静了呀 可不可以啊 怎么回事啊 你们是想点餐啊 是啊 可不是吧 你不知道啊 你一家是盒饭 在网上都传风了 都说你家的盒饭 又好看又好吃 对 我们大家都个人度 等一中午了 你还没去给送 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免费送餐的活动 结束了 不用免费啊 不用免费啊 我们就是来买的 对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午餐 就在你们这儿订了 那太好了 进来坐坐坐坐 坐坐坐 坐坐 来来来 别坐啊 今儿我请 来 咱们坐坐坐 坐坐坐 里边请 里边请 坐坐坐 照这样下去 白天生意要是活起来啊 晚上九水那是净赚啊 真是有成就感哪 我这胳膊不是白摔的 大臣寺就是不一样啊 你们卖个活饭 都能这么多钱呢 对啊 王爷跟我干吧 跟你干啥子 后厨啊 你让我干后厨 算了吧 我干两眼还不跟你一样 成个胖玩儿 真的是后厨 你们先聊着啊 你们忙你们忙 我出去惯啊 这不干后厨 来 别人 回家了 别人 我买你这酒 只有一锅房间 我随着呢 什么呀 啥子啊 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大城市 你就喊我睡啥子啊 料爪子嘛 你现在都是服务中啊 至少没 要给我整个酒店是 闭嘴 王爷 我要昨日把今天给你谈一哈 你这次来 倒地爪子 有啥子打算吗 不理 你就是这个样子 想一出死一出 我跟你说 这儿不必老家 凡事要精神点 你要是给我这些啥子麻烦 我不得管你 我妈都没得了 我就知道你 你不管我 哪个管我来 来的时间摸索出了一些经验 形成了一定规模 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贡献 王爷 你都二十好奇的人了 就挣点气嘛 姐 我就是想争气 所以说我才到城市后来找工作 姐 我说真的 我懂事了 你争气 你懂事 你不过这麻烦 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 那国家里经过一点贼人吗 妈生病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你又不提这个事情 当时我女朋友在打腕 她不要我走 非要我陪到她 我也不晓得妈病得那么重 妈你死都没看到你一眼 我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都说你没得哭 那你在做孩子 你在说朋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